嘿!双11刚过了,你们的钱包还好吗? 如果你以为你能乖乖的等到双12再剁手的话呢 你错了,因为中间还隔着了一个Black Friday 为了拯救你还有我自己的钱包呢 今天我就打算来拍一支anti haul 就是欧美很流行的那种 告诉你我为什么不买这些新品的视频 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并且subscribe我 我也不定期的分享美妆视频 如果你也是美妆要者呢 记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在那边会比较长庚 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 现在呢已经年底了嘛 有好多品牌呢都会出圣诞限定盘 比如Too Faced 他们家呢每一次圣诞节都会出非常多的Christmas edition 但是呢我劝你这些盘都不要买 像这种限定呢尤其是限定的眼影盘啊 一整套里面呢有什么大地色啊 橘色紫色的呢 是最不可的 因为呢他们这些限定盘啊 在卖完这两个月过后呢是不会再补货 他们工厂也可能只做了一两批 所以呢在品控方面啊是非常差的 可以讲他们其实也没有放太多的心思去制作这些产品 因为呢他们是不需要任何的回头客来回购这些产品的产品口碑不重要 最主要的是呢是能从你的钱包里面掏出钱 所以呢这种限定啊我劝你都不要买 因为呢本人也踩过雷真的超级难用 那而除了Too Faced以外呢Tarte每一年也会出好多这种限定 但是好像今年的我还没看到不知道是他们改变策略了还是还没有出 但是呢看到这些都好 那一只超冷饭的Too Faced呢他今年又再搞了一个这种Ginger Braid的眼影盘 那这个Pumpkin Spice呢我是不会买的 因为去年的圣诞盘呢我已经买了那一盘呢我也很喜欢 而且呢他这盘里面的深色呢就只有4块 所以呢画出来的眼妆会比较肿比较抛 如果你说你要买这一盘然后搭配其他眼影盘来使用的话呢 这是一个18色的眼影盘所以如果说你要买一个大的眼影盘来跟其他盘做搭配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动作有点多余 而且呢他这盘的配色啊讲真的我觉得没有很特别 没有我去年的那一盘使用所以呢这一盘不买 那同一个系列呢还有他们的唇膏 那这个唇膏呢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它Safra官网上呢是没有说它的色号的 那今年的这一款呢它是奶茶色的嘛 但是呢你注意看它的模特图 你们不觉得它看起来很危险吗 荧光感 因为疫情嘛在马来西亚的化妆品呢是不可以试用的 这一款呢我觉得踩雷的几率呢超级高 然后除了Too Faced以外呢 MAC今年的圣诞限定呢好像分了两三套 其中一套呢是这个Powder Kiss系列的口红 先说一下Powder Kiss的口红唇釉呢 我都超级讨厌它们真的非常难用非常雷 如果你们觉得好用的话呢恭喜你 你们天生自带了一个神仙嘴唇 反正呢在我这个凡人的身上呢是雷的 我这个粉色控呢看到它的这个包装又是磨砂的质地呢 是有点激动的 但是现在手上有四到五支它们这个Powder Kiss系列的口红唇釉 我是不会再教这个智商碎的 如果你们非常爱这个Powder Kiss系列呢 3195支非常的值得很划算 颜值又在线你们就去买 反正我是不会买的 再来呢就是它们的这个也是圣诞的系列 我不知道为什么官网图看起来那么的拔草 不管是它的眼影它的口红它的唇又还是那一颗高光呢 都没有让我想要购买的欲望耶 而且它们这个单色眼影呢有一个颜色是银色 我是这辈子呢还没有用过银色的眼影的 还有另外一颗呢是死亡眉粉色 而且它的口红有一支呢也是一个死亡芭比粉 Wow Max是什么事他们还好吗 他们明明调了那么多那么好看的口红 为什么在圣诞先进要放了一支眉红死亡芭比粉色呢 而且它这个包装呢也很拔草 可能还要做成那种很前卫呀太空舱的感觉 但是真的没有我觉得看起来太廉价了 然后这个系列呢应该也是这个系列吧 他们还有一套的这个刷子 我一向来呢是不会花钱去买专柜的刷子的 因为呢淘宝上的那些刷子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了 而且呢这个刷子你们看一下它那两把大刷就是面部刷呢 毛太过的扎实了 一个呢看起来是那种脸部的Curple Key Brush 另外一个呢是那种比较扁的Foundation Brush 为什么我一套刷子里面需要两把粉底刷呢 它的那个小刷子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实用型 所以如果是新手的话呢这一套是没有必要购买的 那如果除非啊你真的是很喜欢它的这个颜值 因为我记得这一套刷子的定价没有太高 而且还有附带了一个小刷包 你们喜欢的话呢为了颜值可以去买 但是实用性呢肯定不高 你们就反正我不买 好然后Mac的好朋友Bobby Brown的话呢 设计师你出来你出来这到底是什么鬼 What is this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这个是森林吗 这个口红呢我看过那个官网的刷色 好像是那一种比较深的红色 不知道反正那个颜色我觉得太普通了 没有吸引我 那它的这个四色眼影呢 颜色啊都很实用 但是呢它们价格太高了 你知道这个四色眼影要200令吉 200令吉我去买12色的大盘 不香啊我为什么要买四色眼影 而且呢我是在Bobby Brown这种小盘里面踩过雷的 2020年的新年限定版 那个超级雷粉质很差 所以呢我对它们的这个眼影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再加上那么丑的包装不买 然后呢就是NARS 那NARS呢前一段时间大概两个月前吧 有出了它们今年NARS的这个盘 本人呢其实是它们这个12色眼影盘的中时粉丝 我已经连续三年都有买它们的这个眼影盘的 但是今年的这一盘我真的不想买 就每一年NARS的那个眼影盘呢都是很漂亮很特别的 它们不会说跟着主流走 但是今年的这个呢真的让我很失望 最近呢NARS还出了一个它们的这个柔物唇釉 那它是那种tube的形状的 这个系列的唇釉呢我看到好多韩国的美妆博主的刷色呢都超级漂亮 但是呢我不敢买 因为呢它们看着很厚重 感觉上呢会有那种磨奶油的感觉又或者是呢涂不匀 而且呢颜色也很迷真的 大家可以不要把颜色调得那么严重啊 如果你们真的要调色的话呢 就把刷色调的跟实际颜色很一样 这样子才有参考价值 像小红书啊还有那些博主们啊 那你们的颜色调得天差地别 你图片调得好看真的没有用 我们需要参考性 不是漂亮的图片 接下来呢就是colourpop 哇一个疫情呢终于停下了超级高产的colourpop开发团队 他们去年呢基本上每个月呢有两次的上新吧 太可怕了 今年的他们的新品很少嘛 其中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stone cool 还有bare necessity的大地色眼影盘 然后是30色的大盘 这个眼影乍看之下你们不觉得很像morphe吗 但是呢它的价格比morphe高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不去买morphe呢 而且讲真的你们注意看它的颜色 它们色阶不会差很多 它们的变化性呢不高 如果是真的要画大地色的眼影呢 你能画出来的眼妆啊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真的想要买这种大地色的眼影呢 我觉得我会去买它们的那个叶子盘就已经很足够了 因为像这种30色的呢真的就是偏偏那一些小妹妹 就是想要拥有很多化妆品的小妹妹呢 可能会去买它 但是我不买 疫情呢是把colourpop的开发团队呢给拉住了 但是呢并没有阻止 EQ House的研发团队继续发愤图强 它们今年的新品真的有够多 它们最近呢要出一个四色的小盘的眼影 我没有强迫症 但是呢这个四色眼影我看了呢就觉得很 为什么你的四色眼影的那个形状不能做得方方正正 或者是直接做成一个圆形呢 要做成这个八角形 然后中间有这种洞洞 而且这个洞洞呢照片上看啊是镂空的 很容易机会成立你的那个眼影一分一分它的粉都积到下面去 超难清洁的 然后它的眼影呢看起来也就是一个粉盘跟一个中盘 你们缺少这种盘吗 反正我不缺 那除此之外呢跟我刚刚分享过的Lettershop一起同批出的呢 还有它们的这个六色眼影盘 就EQ House呢真的一直在炒冷饭 就这种盘你们到底要出多少盘 每一盘呢都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你们也乐此不疲的出 这个眼影除了它的颜色让我省美疲劳以外呢 像之前出的那个Hershies的联名款 还有Kit Kat的联名款呢都是六色的嘛 粉质呢都很烂 所以我对它们这个六色眼影的粉质呢也没有什么信心的不买 还有呢就是这个它们的九宫格眼影叫做Gemstone 是不是四层相似这个眼影盘 这不是3CE两个月前出的亚克力盘吗 就你要抄也不要抄得那么明显对吧 就EQ House这个操作有点烧 再来呢就是Clinic的两盘 这个腮红盘 比较吸引我的呢是它们的这个橘色的盘 但是呢它里面三个腮红呢 Nude Pop跟Ginger Pop我都已经有了 但是Colapop呢好像没有它传说中的那么深 因为呢它颜色很深嘛 所以很难晕开 很容易在你的脸颊上呢产生结块看起来很像过敏雾霾 然后我要讲一下今年Clinic的这个包装有够丑 有够廉价 你的设计师已经设计不出更好的包装了吗 那就直接用你们小花腮红的那个亚克力包装啊 肯定比这两个还要好看 那说到夹彩盘呢 Hourglass呢每一年都会出它们的这个六色夹彩盘 然后里面会有它们的五花肉腮红 之前的时候Sephora打八折 我差一点点就入了这个盘 但是我最后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我觉得啊 今年的这个配色呢 有点太浓太深了 尤其是它下面上块腮红呢 嗯它的紫色呢 我觉得会挑肤色 我不知道呢 黄皮涂这种涂子涂子的腮红会不会好看 那它的另外一块那个涂涂的腮红呢 不是健康皮涂的话呢 会有点脏脏的 嗯所以这一盘的话呢 我就没有买 但是呢它的每一年的这个圣诞盘 我都会顿一顿的 因为我一直想要买 但是一直没有入手 我希望呢它明年可以出一个 颜色比较合我心意的这些盘 Treezy年初的时候不是出了一个四色眼影吗 但是都是带伞的 那现在呢 它们秋冬呢 就出了一个全雾面的 那Treezy的眼影粉质呢 是真的做得很棒的 如果你们觉得欧美的那些眼影啊 太过的显色 然后普通的日韩盘呢 又太过的不显色的话呢 Treezy就是你的选择 但是这一盘呢 我不买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太贵了 八九十令吉 但是对比起它们的九宫格的话呢 九宫格也就一百四一百五 性价比太低了 所以呢我不买 再来Charlotte Tilbury 它们今年的这个圣诞限定盘呢 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没有诚意的 因为呢它们之前的那些盘呢 都有一个主题 像去年呢是Pillar Talk嘛 就是整盘都是那种纷纷嫩嫩的 但是今年的呢 Charlotte Tilbury就有一点贪心了 可能它们的设计师呢是善良的 它们想要把所有配色呢都挤在一个盘 但是呢 你们注意看的话会觉得 每一个颜色都好像缺了点什么 要画一个大地色系的眼影吧 没有一个够深的颜色 紫色的眼影吧 不够紫 所以呢这一盘总的来说 我觉得有点不上不下 我是一直有在讲 眼影盘的那个变化性高的话会比较好 但是呢像这一盘的话 变化性高了 但是画出来的每个眼妆都不精致呢 就有一点没有必要 而且呢 300多令吉 太贵了 Fuda Beauty的这个 Nutty Nude Eyeshadow 是有读者敲碗让我测评 但是我现在是在一个蛮犹豫的态度 因为呢它的这个包装我不喜欢 就很像那种设计的初稿 就可能改了两版了过后呢 直接就定了 没有诚意 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呢 你不觉得跟它们的那个沙漠盘很像吗 就每一年 Huda的这个大盘一出来呢 真的有那种引领潮流 比如之前的沙漠盘 还有它们的玫瑰盘呢 真的大家都跟着出 Nutty Nude呢 更不用说了好多人的right or die 但是呢像这个Nutty呢 我觉得 好像为了出而出而已 我觉得应该没有必要花一个三百大羊去买 但是呢我会继续去观望 如果网上大家的口碑都很好的话呢 我应该会去买的 但是不会原价买 会等打折的时候去入手 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看它的测评的话呢 下面留言 ok 下面留言 圣诞限定吧 有一个这个 bling bling的盘 这个盘的话呢 我觉得我想要去看食物 因为呢 官方的这个图呢 看起来呀 有一点太黄了 就每个颜色呢 很鬼打枪 直觉跟我说 Huda Beauty应该不会出 那么鬼打枪的盘 所以呢 我是打算它真的launch了过后呢 去店里面看食物 我很有可能会买 因为呢 它的这个颜色 如果是那种粉棕色的话呢 是我会喜欢的 然后 Fenty Beauty Diamond Bomb 就是俗称神仙高光呢 出了两个颜色 一个粉色 一个金色 但是我都不会买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那块神仙高光呢 我是有的 我一次都没有涂过它出门 真的 因为它这个妆效呢 就像你用那个 眼影里面的亮片色 来涂在你的脸上 看起来呢 比较像你的眼影飞粉 然后飞到你的脸颊上 所以呢 这两块我都不会买 劝你们也别买 因为它这块高光的定价还蛮高的 好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手内容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你们还喜欢我这种 anti haul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我可以每一个季度都出一支这种视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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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